因应COVID-19疫情日趋严峻 台东县裁准三级规格防范 台东市民代表会5月17号第四天的市政综合质询议程 改为书面质询 不在议事厅内进行寻达 会后市公所也将书面答复每位代表的书面质询 市民代表乌化巴阿里优斯表示 这个月开始市公所有110年度偏远于原住民族地区 家用统装瓦斯差价补助的下乡受礼补助业务 地点都在社区的活动中心或者是聚会所 然而原型客每次出勤 承办人员只有两到三名 根本没有多余的人力 在路口处做人流管制或量测体温 若是在尖峰时段 会有近百名里民在同一处所等候 不过大部分里民都不会戴上口罩 形成一个很大的防疫漏洞 因此乌化代表强力要求清洁队 在原型客同仁完成受礼补助业务之后 随即派人员进行受礼地点的消毒 以维护里民或文件站的安全 许多里民是利用晚上前往受礼地点 申请家用统装瓦斯差价补助 乌化代表要求原型客要增加受礼本业务的人员 在路口处可以先实行 人流管制和量测体温 这样对于申请的里民和作业人员 都是保障安全的做法 防疫措施马虎不得 务必要确实彻底地执行 对于加路兰部落族人出入部落的交通问题 乌化代表自民国108年起就开始关注 并且时常地提出咨询 109年台东县政府相关单位 曾在加路兰部落的活动中心 宇诺尊重当地族人意愿 将采行小黄车成为其代步工具 如今已经是110年的5月 小黄车何时可以开始 正式服务家路兰部落族人 还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 乌化代表请原型客长详细说明其发展进度 并且力促小黄车在今年开始上路服务 台东县虽然已经有91处文件站 但是仍然有部落因为土地的问题 到现在没有聚会所 更黄润要设置文件站 乌化代表请原型客长详述 市区内的阿拉巴奈 布宋 马当 阿弗卢爱 与加路兰等部落 为了申请新建聚会所 或者是设置文件站 再取得土地的状况与进度 乌化代表表示 他会在这件事情上面 继续的催促 协助 并且监督 直到每个部落都有了属于 自己的聚会所或文件站 这些年来 台湾各地新起市集风潮 在台东 在原住民部落 也开始了这样的风气 然而 由于市区的原住民部落 大都是位在三角下 或者是在巷弄之间 所以即便部落有很好的创意或构想 想要办市集 也很难吸引人自然地走进部落来看看 因此 撒书尔亚部落 想要在其位于南回公路上的 聚会所旁边的空地上 办理定期性的市集 活化部落产业 请原型客同仁 务必协助族人取得土地的合法使用 使市集能够顺利推出 身为殡葬所的管理者 理应比市民更有敏锐的觉察力 要比市民更先掌握到殡葬所的问题 并且在第一时间处理财事 去年纳古塔已经饱和 贵位不足的问题就已经存在 但到现在仍为增见新的纳古塔 市民们很着急 也很忧愁 他们过世家人的骨灰坛 该安放在何处 物化代表建请殡葬所 赶紧增见新的纳古塔 好让那些等待贵位的家属 有位置可安放家人的骨灰坛 而增见过程中也要有权宜之计 协助市民解决目前没有贵位的问题 以上是第十二届市民代表会 第五次定期会 5月17号上午市民代表物化巴黎佑斯 所提出的书面咨询内容 摘要报导由刘瑞文整理